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一号在广州出席2019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一号在广州出席2019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王岐山表示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多边主义是人类必然选择 扩大合作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广泛诉求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实践成果丰硕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兴起 从根本上冲击多边主义理念和秩序 王岐山指出 中国始终坚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广泛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 恪守世贸组织规则 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主动开放市场倡议共建一带一路 坚持和平发展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中国的发展不是要取代谁 不会在世界上扩张称霸 而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推动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 中国主张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根植于中华文化天下为公 合而不同的传统理念 为新时期国际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王岐山强调 可持续发展是开启多边主义合作 新实践的金钥匙 中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 践行新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统筹好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国愿同国际社会携手合作 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打造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 建设普惠包容的幸福社会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出席论坛期间 王岐山同世界领袖联盟主席 弗赖贝加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孙女 纳塔利戴高乐等国际友人 简短寒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出席开幕式